好了 下面学们吧 咱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了 是吧 稍微放松一下啊 不让那么紧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猜几个数吧 我们怎么猜呢 我们这么猜啊 我说一成语 你给我猜一猜 它其实代表的这个百分数应该是多少 好呗 好 第一个 保贬参半 一半就一半 代表什么意思啊 百分之五十 答案一个 十二分满一 这个代表百分之五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说什么 十分满一 Very very ok 对吧 十分满一 现在是十二分满一 那相当于什么 总数是十 你达到十二了 对吧 十分之十二 要想化成百分数 那就乘以百分之百 乘以百分之百一约 那其实就是百分之一百二 好吧 我对你百分之一百二的满一 也就是我对你十二分满一 是不是这样的 会话了吗 好 再说一个啊 很多同学在学习的时候都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那么请问 打鱼的时间是多少 呼呼呼呼 怎么办 一共几天 一共五天 对吧 打鱼时间占三天 比上总数五天 哎 化成分数应该是五分之三 那化成百分数呢 乘以百分之百 对吧 哎 约了个分 还剩二十 所以这位同学的学习时间只占百分之六十 明白了吧 好了 这次稍微放松一下啊 事实上呢 我们该怎么做题还是怎么做题 对吧 做题是跑不了的啊 来 振了八点的看几个题目吧 翻篇篇走起 丢地啊 把这个2.3535循环 百分之2.35 2 百分之235和0.235 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我给你提个问题呗 这个排完了之后 谁 最小 这种比较大小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办 写出来就行了 对吧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2.353535循环 对吧 多写几个啊 第二个 我们也化成这个 化成这个小数 啊 化成小数 分数 化小数怎么着呢 百分号相当于 哎 除一一百啊 百分之相当于吹一百 这个比啊 很多时候都不太给力 好嘞 继续写 吹一百的话那就相当于 主要是0.0.0.235 对吧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2.35 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0.235 嗯 所以谁大 谁小 是不是找出来了 他最小 然后他 然后他 是不是 然后他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应该怎么写 啊 在写的时候啊 注意啊 最小的是要写元数啊 2.35 百分之2.35是最小的 对吧 然后呢 小于 第四个 0.235 小于 第三个 2.35 百分之百 小于 第一个 2.35 三五 三五循环 是不是应该这样写啊 对吧 好 这是关于一个比较大型啊 怎么样 老师还是蛮善良和温柔的 对吧 出的题目不是很难啊 好 那这个咱们就翻篇了啊 就过去了 来看下一个 第六题 计算 哦 哦 小数 百分数的计算 是吧 打半 算半 怎么办 得统一一下啊 你要么转上 都转上百分数 是不是要么都转上啊 这个小数啊 相对而言 我们好像小数熟一点啊 咱们转上小数吧 想像这个 我们就不变了 原始应该等于2.5乘以4.2再加上 这个变成啊 哎 把半分号就相当于一个吹100啊 它跟它是一样的啊 参与 5.8 好 你这时候你会发现 2.5 0.25 对吧 哎 4.258 好像我凑一凑是不是可以那个 几公英数啊 那怎么凑啊 利用小数的乘法 如果你想凑0.25 0.25 25乘42 先算整后数点 小数点有两位 它已经站在两位了 那说明你这个42是不是就不需要小数点了 对吧 也就相当于你把它移动到这边来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凑出公英数来了 好 当你凑完公英数之后呢 你会发现是0.25乘以 42加58 42加58是几啊 是不是100啊 对吧 在这我多啰嗦一下啊 有同学不太会算这个小数的乘法啊 小数的乘法你算2.5乘以4.2的时候啊 在计算的时候啊 我们是按照整数进行算的啊 算算成25乘以42 对吧 当你算完了之后呢 这个是50 这个是000 是100 当你算完了之后呢 你再去加点 你发现乘法里边一共有两个小数 所以那个点是不是加到这 对吧 因此 你在计算这个0.25乘以这个42的时候 它的结果是不是跟它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因数相同 小数一共有两位 那结果是不是应该肯定是一样的 OK了吗 那OK了 咱练一个吧 来 这道题目交给你 你自己做的这道题 这个答案是多少 很难 不能吧 来 瞅 瞅见谁了 125对吧 这两个都是125 那太好了 是吧 所以我们的原算是 可以写成 行什么 咱们最好还是变成小数吧 3.7乘以 1.25 加上 这个 那就都是1.25呗 如果是1.25的话 总共有三位小数 它已经有两位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写成 剩一位 这个是 3.6乘以 1.25 对吧 好了 那1.25该提起出来了 提起出来之后呢 那就变成 3.7 加上 2.7 再加上 3.6 对吧 那就变成 1.25去乘以 口算一下 这好像是6.4 6.4 加上 3.6 是不是应该等于10啊 所以 12.5 这个答案是不是出来了 能跟上吗 还可以 是吧 还可以啊 好了 那么 这是 关于小数的计算 它涉及到了 分数 小数 百分数的一个 互化 这个没问题吧 那么 接下来呢 咱们说一个啊 说一个 简单的 这个 分数 百分数 用一题呗 看这个啊 李大伯 加养牛的 头数是 猪的 五分之四 那么问大家 养猪的 头数 比牛的 头数 多 百分之七啊 注意他问的 问题啊 是多 百分之七 你就直接告诉答案吧 你算完之后 告诉答案就行了 这道题 你要想做明白 你干嘛 得了解 分数 分数 比例 除法 对吧 这四个 其实是一回事 牛啊 是猪的 五分 中的四分 是谁 是猪的 五分中的四分 那算明猪 是不是占五分 牛啊 占四分 对吧 先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啊 一旦你能够 搞清楚 这个东西了 那么 猪比牛 多多少 知道吗 首先说多 多多少 多一份 跟谁比啊 跟牛比 所以你得跟牛比 分入线 表示比啊 跟牛比 是不是这个啊 但人家又问的是 这个多 百分之几 那还得 还得转成百分数 乘以百分之百啊 好 乘以百分之百 那这样的话 一约 嗯 是不是可以了 哎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其他了 第牛 多 百分之 十五 是这样吧 好啊 呃 这是立体第七题 咱们就先说到这 哎 咱们接下来 回顾一下 好 亲爱的孩子们 亲爱的各位宝宝们啊 我们这节课 总体来说 就说了两件事 对吧 第一个什么叫百分数 百分数 其实准致的说法 应该叫做百分率啊 虽然在形式上 它是啊 分母为一百的 一个分数的解决 但事实上 它跟分数是不一样的啊 分数有两重含义 哪两重来的 啊 一个是表示分率 啊 就是几比几 另外一个是 我可以表示一种 具体的数值啊 比如说三分之二小时啊 四分之三米啊 都可以啊 但是百分数就没有了啊 百分数只能表示一个 分率 对吧 啊 没有单位啊 是一种特殊的 比 怎么个特殊啊 它一定是谁比 一百的形式 好第二个 关于百分数小数的互化啊 小数化成百分数的话 那就乘以百分之百 其实任何一个数 化成百分数 都是乘以百分之百 对吧 分数小数的都是啊 百分数化成小数 百分数化成小数 那我们说那其实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百分号去掉 对吧 而这个百分号的实际含义 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个分母为一百 也就是除以一百 对吧 欧了 讲题交给你啊 三六七 那么在下个之前呢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吧 今天讲的是百分数 所以搜 千才等于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加百分之一的努力 互说的 哈哈哈哈 我写出来了 是吧 爱迪生啊 发明大王 爱迪生啊 所以朋友们 付出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吧 啊 不多说了 今天这节课咱们就上来这 下节课 我们再见 朋友们 拜拜 再见 拜拜 好好加油啊